请各位也是一样 我这个题目档 这个是跟那个证照考试有关的 所以如果未来 你对这张证照有兴趣的话 那也许你也可以 把它做个准备 反正就是这些题 然后但是这个证照的 跟前一张的差别 它这个叫什么 网页资料截取分析 所以这个证照将来上面 就是你license上面会有这些名称 会有中文会有英文名称 然后这张证照的考试 跟前一张最大不一样 就是这张证照的那个 考试的方式 在打程式部分 它不是要你全部都自己写 等于是说它有80%的程式会给你 你只需要填空题就好了 OK 那至于要怎么填空 我也特别帮各位已经整理好了 所以这已经是蛮好的武功秘籍 如果你照着做的话 那基本上 它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它到时候会给你一个 比如说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 402这一题 将来如果你参加考试 它在这个考场的时候 会提供给你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档案 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有 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的话就是要你把这个 有没有 而且我有些部分还刻意 因为就是怕各位不知道又要填空 我把它变成绿色的框框 也就是说你将来考试的话 你就把这绿色框框全部填满 然后可以让它run run完OK看到结果 那你这一题就可以上传 测试看又没有满分 大概如果亮灯绿灯 就表示你这个部分是通过 那这一题就25分就拿到了 对 是的 一题25分 对 所以你会发现 到底填几个 123456 有吗 OKOK 把这些填上去 基本上就OK了 所以这一张基本上应该不算太困难 我是觉得 根据我考试的这个 我发现其实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你程式不能改写 你只能填空 但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写 哪怕你有自己习惯的写法 你也不能去变动 OK 那有固定 就是一定要这样写 像你会发现 它这边开档 它是用wis 那我习惯用f等于 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 但是 有的人习惯的写法不一样 就会觉得好像 就是怪怪的 反正 不过你就是知道说 这个东西不能变动就OK了 所以402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们待会 就是希望可以把那个 402最后的这个图 把它做出来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们需要外部有一个402的档案 那这个档案的话 请各位自行把它 把它汇到里面来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OK 这边402 你就找read402这个 并且把它download成csv吧 其实它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时间轴 哪一天 然后呢 它的 这一体好像 上次有讲到 对 然后画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长这样 所以402 那我把它直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就 这是40 这是406吗 OK 时间轴 那这个是401 那游标放这边 再跑一下 因为刚刚是放在401的 OK 底下的话呢 要能够呈现什么 就exo的部分 是日期 也就是说要把日期的label放过来 然后y手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也是一个范围 然后就把它分别 把这些东西放到这边 另外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图例 这个图例的话呢 就是一个label label部分的话 最后要用legend把它显示出来 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OK 如果说你想要画出像这样的图形的话 请各位先看一下402的题目 然后分别呢 去做我们要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 可以 这个这一题其实跟那个401还蛮像的 所以主要如果你们要准备那个考试的话 可能就是要把那个什么 那个填空题 填哪些东西 把它稍微记一下 我记得这个考试也 我是觉得 甚至觉得说呢 比前一张还简单 因为说真的要填的地方没几个 有没有 光算一算大概也没一个 只是说难免你可能还是会忘了哪一个部分 所以尽量还是要记熟 OK 所以这边的话填空题 OK 然后我还特别把它把它mark 起来 有没有 其实我想应该整理的算是清楚了 OK 那坊间约一本对应的书籍 就是提库跟解答 但是他甚至没有做的 我还没有做这么精美 OK 那我是直接整理好了 所以你要不要买那本书呢 如果你要去考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需不需要买那本书 你可以到书店看一下吧 然后架上也会有这种这个书籍 理论上可以看一下 答案他这边也 他这边我底下也有把那个就是 可能需要填的 大概填的几个东西 包含就是说 我们要input哪一个这个套件 然后呢要input这个CSV 不过这个CSV好像没用到 他却放了 这蛮怪的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根本没用到啊 我有一个问题 CSV的Reader 就是回圈里面 CSV的Reader 对对对这边有个Reader 对对对他有用到 OKOK 嗯 不过这个Reader 其实如果你不用这个Reader 其实你可以自己写一个Splitter就好了 前面我们是用Splitter切嘛 那刮壶斗点 跟这边的方法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OK所以 有没有 他这个这一行 下面这一行 其实基本上就等同我们自己用Splitter切 Splitter 有没有就是 你Splitter 那个刮壶里面是放斗点 就是意思我们要按照那个斗点去帮我做切割 Return回来的话也是一个串列 跟这边的写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 到底要不要用这个方法 其实我看大概习惯就好了 因为有很多地方 他有很多这个模组 跟你之前我们用的方法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他用了另外一个模组 比如说CSV 但CSV如果你不要用CSV这个模组 我们就用什么 用Splitter 也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 OK 那就看你习不习惯 如果你习惯你就这样写 如果你不习惯你就写Splitter 也OK 这边的话也许你可以试着改改看吧 反正这个如果 不是只是为了准备考试 你可以把它当成练习题 如果说今天你要画这一个图的话 那我把它全部清空 OK 那你请你把这个图呢 全部都把它画出来 要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这个 那待会我们再把